蔬菜变变变之 蔬菜鸡蛋杯 蔬菜是我们离不开的食物 今天导哥带给大家几种不一样的蔬菜 这个是很常见的大白菜 那这个长得和大白菜很像 但个头又小很多的又叫什么呢 哈哈它叫娃娃菜 吃起来味道发甜 会比大白菜更嫩一些哦 这个是很常见的圆白菜 也叫甘蓝 那这个小版的甘蓝又叫什么呢 导哥来告诉大家 它叫包子甘蓝 虽然小小的 营养同样很丰富哦 好了 认识了这么多蔬菜 我们的美食屋就会用到其中的好几种 一起看看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美食吧 首先我们要在这个玻璃碗里倒上什么呀 这个透明的液体不知道大家能看出来是什么吗 鸡蛋清 我们先在这个小碗里呢 倒上鸡蛋清 倒进去 全部倒进去啊 然后呢我们拿出三种蔬菜 今天我们聊到的 分别是什么呀 能看出来吗 圆白菜 还有大白菜 还有呢生菜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些蔬菜呢 像红果这样 撕成一片一片的 接下来呢 红果果呢 要撒这个了 哇 红彤彤呢是什么呀 小青红柿 它还有个名字记住了吗 叫什么 圣女果 对了 圣女果 好 我们把这个圣女果呢 扔进这个蔬菜杯里 红果呢 要撒这个小朋友特别爱吃的 果腿 撒在上面 撒得均匀一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蛋黄呢 盖在这个蔬菜杯的中间 哇 好漂亮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芝士片呢 均匀地撒在上面 最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烤一下 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另外呢 听说场外的小朋友 也在和我们一起做 做的什么样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奇怪的小朋友 给他的一项 darum应该可以吃了 里边 collect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